民進黨執政過去百年間 台灣的邦交國由22減少得回13個 而美國的印太戰略就將台灣納入其中 民進黨的賴清德上場 究竟對台海局勢有甚麼影響 而新一屆政府又會怎樣處理外交困局呢 賴清德勝選後兩天 太平洋島國魯魯宣布與台灣斷交 轉移承認中國大陸 並且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 又說尋求與北京恢復全面的外交關係 是符合國家利益 而自從民進黨2016年執政以來 連同魯魯已經先後有10個友邦與台灣斷交 目前只剩下12個邦交國 創了身低 所以失去邦交國是我們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整體來說 我認為台灣現在 很多時候蔡英文政府講到 我們有很好的國際的連結跟夥伴 但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是被看到 是會開戰的很危險的地方 確實我想失去邦交國是失去很大一部分連結 也是國際鼓勵的一個象徵 有台灣學者認為 邦交的數量固然重要 但台灣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 爭取國際的活動空間 台灣還有包括在印太的地緣政治中 身處非常重要地位 台灣就被許多的國家所看見了 印太戰略它最主要的目標 也是要防止中國威權主義的不斷擴大 台灣本身就是會走向跟民主國家比較合作的體制 以賴清德上場之後 學者分析中國大陸會繼續在國際上施壓 雖然已經沒有辦法再用九二共識來框架兩岸 但是因為兩岸之間事實上貿易的互賴性還是非常高 交流和合作的一些必要性 但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對於中國對於賴清德和蕭美琴這一組當選人來說的話 他們會用更多的方式去逼迫他們不要在外交路線上面 在北京 國台辦強調 北京將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阻擋不了祖國中章統一的大勢 廣播新聞網記者黃詩琦在台灣報導